巴黎跟倫敦的百貨公司是135歲 那其實國外能夠做到這樣的技術 那相信國內也不是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是地面保存的話 以葉金服宅為例的話 它原本南北向的走向 在地面保存後 格局變成東西向的走向 那就是它把原本的空間溫離瓦解 那在保存上 它也是創造出了另外一個新的問題 那以上就是這樣表表 謝謝 好 第二位蕭文傑先生 因為我們今天還有一位孫老師 他一直來個集 我先稍微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我想說 大家我們就談到結構上的問題 結構到底是不是問題 我想應該這個問題 其實應該是現在科技可以克服的嘛 如果現在科技可以克服的話 我們去犧牲文化這場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不太對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我們文哲委的一個老師 曾經做過首度博物館計畫 那這個首度博物館計畫 跟那個政部長的這個計畫是有關的 那在當時裡面也把這個區塊 也列入一個很重要的區塊 那我們如果去不去保留這個區塊的話 我想好像打了正部長一個臉 那這個是應該是比較不太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人的權力來講 跟在我們憲法上面來講是完全不抵住 也就是說所有權人的一個損失 不管是所謂的一個合理的架構 容積一准 這個是應該是文化局 他必須要去做的一個事情 那所以站在這個角度上面來講 台北市的一個應該說是全台灣 第一個所謂的百貨公司 像這樣子的文化資產來講 台北市應該盡全力去保存這樣子的一個文化資產 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 第三位 林徽廟 是放棄發言 還是 那我們那個發言結束 好 謝謝 我們針對這個案子還是回頭請教我們 在座所有的委員 那我現在就有什麼 可以來講 先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報告一下這個整個勘察的背景跟過程 第一個背景大概在 大概最早是 吳思堯委員在當議員的時候 大概提出來的 在質詢上提出來的 所以當時就已經列車追蹤 那是第一個背景的部分 第二個大概我們前一陣子 就是過去半年裡面 大概經過了三次的會看 那也幾乎把所有的委員 大概都帶到現場看過了 那第三個部分 大概今天是因為 國泰要做新的開發案 所以必須要就列車追蹤是否解列 還有是否給予身份做討論 那相關的方案 則要依是否解列及是否給予身份 再做調整 做一個整個經過的報告 我們不是有這個 你辦的事項嗎 那個參考的事項是這樣 過去大概整理這幾次委員的意見 去的委員幾乎大概三分之二以上 我要給身份 給身份裡面 比較多的大概是贊成 因為內外的結構 跟一些外觀變化很大 給身份裡面比較多的是贊成做歷史建築 尤其是我們今天議辦的事項 好 我們回頭還是請教所有委員 針對這個案子 還有沒有其他事項的地方 除了在專案的縣刊設定的意見之外 就剛剛國泰 結構即使跟所提的三個方案 我個人以為三個方案多的是不可信 第一個方案你們都自己就知道 整個要做的檢疫牆裡面 隔間都是隔死掉的 第三個方案是你們又回到頭 你們最早提的 你們要重蓋 那老早我們就不同意 第二個方案好像只是說 你做一個例面 但是我是覺得 既然我們有一個歷史身份的話 這個部分我想可能要回到 古蹟維護古蹟保存的這個方式來做 而且你們團隊裡面 以前提這個方案的 張建築士也真的 他是有很多經驗做這個歷史建築物 或者古蹟的保存 那可能如果說我們針對原來局原公司這個地方 要做修復的話 可能還是要從文字法去討論 而不是說我們就把它在其他人來做 那在文字法或者在世界 我們講世界以上的這個保存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就是所謂一個可力性的保存 所以可力性保存 我們這個工程技術 或是現在的這個科技 越來越進步 你今天用RC去把它做好 這是不可力的 所以現在很多歷史新建築的保存 我們還是比較偏向鋼購的保存 鋼購保存 那怎麼做 當然有很多方式 鋼購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基本上它是可力的 如果我們再過50年再過100年 有更好的方法 我可以把它拆 當然你RC做上去以後 它就完全 你要拆的話 把原來的構成都完全拆了 好 我們只是提供做這個參考 謝謝 謝謝 因為現場我們去看了大概 我去看了三次 那麼當然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有些沒有辦法解決的結構問題那一張好嗎 中性化粒粒子那一張 好 謝謝 在所有迪化街的300多棟建築物裡面 每一棟都有中性化的問題 每一棟都有粒粒子含量過高 甚至圖腦液化部分的建築物也都有這個問題 那麼臨房片狀 那當然是更嚴重啦 因為迪化街都是連動的 它各棟各棟之間的話 它預留的這些空間也確實不夠 那麼最後一個這個所謂結構的韌性發展 就剛剛我們這個委員提到的 它其實可以用剛夠補償的方式 來提高我們的韌性 所以這些問題應該 在結構來講的話都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這邊都沒辦法解決的話 那我們全台北市 就從迪化街那300多棟的房子開始的話 那每一棟都要拆掉重建 所以這個是結構工程師呢 要多用心一點的地方 這個都是可以 現在我們這個耐震評估 做了大概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從九二一到現在 也快有十七年的歷史了 補償過的工有建築物有多少 補償過的中小學校舍有多少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 技術上都大大的提升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問題啦 所以可能要麻煩結構工程師 再多幫我們考量一下 那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在補償的方式裡面 也不應該是把那個潛力牆 從那個平面圖可以秀一下嗎 平面圖就是你有補償的那個 OK 這個 它原來集園板會最可愛的就是 這個電梯間的這個四根大柱子 它剛好放在我們整個建築物的中間 在當時的這個結構系統的觀念 雖然不是說很強的狀態下 從1930年我們看到紐約的帝國大廈 它就有這樣的核中核 叫做call in call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中間這個電梯間就是一個大核心 你不去從中間的核心把它發揮 它原來的抗震的功能 反而在周邊加了一些 看起來不是很對稱的潛力牆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說 它本來就是一個核心式 雙核心的結構 那在我們現在的觀念來看的話 這個是不得了的 在當時都有這樣一個 這麼先進的結構的觀念 有這種甚至媲美我們帝國大廈的 那個核中核的這種觀念的話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的話 這個不想辦法把它保留 我覺得對結構系統的研究者來講 也是一個可惜的地方 所以這個可以再努力一下 用心一下 那這個我們委員提到了 其實用可逆性的 其實也可以來達到這樣相對的效果 我們在迪娃街300多棟的建築 都是用可逆性的 剛構的方式補強 不要把原來這種老建築的那個特色 它的表面呈現出來那種古樸的樣子 歷史的痕跡 又是把它包起來 所有的碳間都包住了 那我們的古樸都看不到啦 所以我是建議再多用點心 這一棟應該是可以 往往前年把它保存下來 是絕對在技術上是絕對可以克服的 提供個人的意見 謝謝 我想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就是說剛才委員提供這個 開發的參考就是說 在結構上應該還是可以去做一些 努力跟突破的地方 當然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文資保護的過程裡面 能夠兼顧大家的想法 但是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 就是說也許我們在兼顧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即使將來 就是說文資省份有怎麼樣的一個確認的話 它也不是說完全是0跟1的遊戲 所以我想這也是提供大家來參考 那如果說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今天的帶來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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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這個理辦之前的內容來放一下 我們原來有理辦的事項 就是登陸為理事監護來演 剛剛沒有報告 對 就…就… 就…就… 先不要… 好 那我們先宣讀一下 對 禮拜事項 好 來 本案請同意登陸中正區 國外路150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一名稱菊原百貨店 二種類其他公共建築 三位子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博安为50号 四历史建物及其所定着土地之第一号及面积 建筑物坐落土地为中正区 城中段二小段488D号部分 土地面积为508平方公尺 489D号部分 土地面积141平方公尺 建物为中正区城中段二小段173D号 建筑物总面积2092.59平方公尺 实际保存面积需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 登陆理由及其法令依据 局员百货店由日仁重田融制创立1932年开幕 为融体金衡阳路一带上的地标建物 是台湾首座现代化的百货公司 且为当时台湾最高的民间建筑物 有期重天的称号 为了方便顾客上下楼梯 配有台湾首座公民中使用的公共电梯 工夫后陆续改为中华国货公司 军人之有总色 建台百货 南洋百货 样样百货等 本建物为台北商业发展及 都会生活的重要历史见证 本建物外观造型简洁 主要特色为高楼层之退缩量体 转角力面积内部跳空空间 为当时台湾西式建筑的代表作 建筑虽经多次增感建维员结构体上存 未来仍有恢复原貌的可能 聚保成价值 三 符合历史建筑登陆废制审查及服务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 第一第四款评定基准 其他事项未来进行修复工程时 需恢复原有利面齐龙 以上报告 刚才发言过 我先说我决定发言一下 那我说我决定是反对这个决议 先序谋一下 刚才发言过 发言过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还是进入这晚会的审议 如果说大家针对这样的一个礼拜的内容 跟未来的方向 如果做确认之前是没有要建议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照礼拜十项 来 非常好 谢谢 我们下一个来 下来 开始报告 神医案13 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四百号 中国电影制片厂文化质量审查案 案有依据文字法第1718条 古迹指定费指审查办法 第十建筑登陆审查及辅助办法 办理情形 中国电影制片厂地址在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四百号 原来所有权能为中华民国管理者为国防部 后经103年 本局办理有材拨用后 所有权能限为台北市政府管理者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局于100年 组成专案成组成专案条进行文化资产鉴定会堪 详细内容请各委员参讨附件二 第十三十四页 另于100年7月29日提送第37次文字会审议 结论本案应涉及国防部 本市土地交换事宜等土地配套措施定案后再议本案暂缓审议 相附件三第十五十六 103年1月6日 金市长与国防部长举办双首长会议之后 同意北投营区都督便根基土地拨用原则及先行修贷议题 确认由本局申请办理有偿拨用 后续为评估北投影市圆区之开发方式与产业需求内容 本局103年2月7日办理台北市隐私营产业园区民间自提新建营运移转BOT案北投影区委托专业顾顾问案开开发座谈会 103年7月14日办理北投影区隐私营产业园区基础需求规划专家学者咨询会议 会议记录相附附件六第2期32页 104年3月11日又举办了台北市北投影区隐私营产业园区新建营运移转案招三座谈会 会议记录请各位详见附件7第33至37页 市长于104年核定北市北投影区隐私营产业园区规划案 依促餐法第4条办理招三 104年12月30日财政簿促餐施公告修正促餐 民间餐饮公共建设法 其中第六至一条各处参案件继续办理完整可行性评估及公庭会 有关确认本案文字价值一是本完整评估项目之一 为因应105年7月27日修正通过之文字法第15条规定 本局一105年8月3日组专案小组进行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会刊 结论本案北投区中国电影制片场专案小组会判意见后续将一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 送台北市文化资产行委员会审议参考 详细会议记录参看附件8 第38到39页 本局依据会刊内容 结论于105年提送第8月22日提送第844文字委员会议审议 结论北投制片场基地在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秉持过去历史记忆之延续及接轨未来产业发展的精神下 后续开发规划除延续电影产业外 如何保存本场域有形无形的精神及元素授权文化局处理 会议内容想要附件9第40页 105年9月13日成副市长前往北投中国制片厂去视察后才是 请文化局影委会邀及电影业者及文字团体召开会议 收集中国制片厂保存以开发需求 厘清制片厂未来利用方向 今年底前提报关要的方式 明年起以新关要方式进行 麦琴9 本局一层副市长才是 于105年10月26日召开北投影视影产业园去知询会议 于105年10月1日令召开 中国电影制片厂文化资产专家知询会议 会议内容会议结论相互附件11第4250页 及附件12第51至53页 有关105年10月1日召开之咨询会议 文字委员意见摘要如下 1. 应确定上存之大宗摄影棚是否有据文字价值 预计保留之建物应赋予文字身份 2. 唐要保存其中一栋建物 应说明规划在利用之方式 基督摄影棚之空间特色与规模 就其结构进行检验 并说明结构勉强制可能性与方法 唐要拆除重建 则应具体说明如何保存此基地相关记忆 3. 软体之保存为核心价值 包括制片厂的历史与地方的关系 历史影片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 未来应做档案文件之收藏再现 4. 本案已有空间需求面积供给面积分析 在拟定再生保存方案 综合评估空间保存再生方式 针对文字保存可分为实体保存 影像保存、异象保存等 5. 现有基地内之树木应做调查盘点 厘清是否有树保之树木 即使非树保树木亦可保留 6. 浓入未来的空间发展中 6. 本基地之潜力与限制必须详细说明 并针对全台未来台湾影视发展之分布地点 规模与特色作义竞争立志分析 包括智善陆中影制片厂规划之内湖 影视音园区、中亚南港艺术中心等 13. 有关本局委托景雅齐建筑士事务所办理 原中国制片厂文史调查再业规划案 业余106年2月15日3月10日召开其初其中审查会议 审查委员意见形象会议记录附件13第54、56页 及附件14第57及59页 这是目前中国电视制片厂的A摄影棚 以及C摄影棚的位置 这是中国电视制片厂的D级图以及昂照图 会开的照片 这是西摄影棚 你办 本案提请本委委本委会审议 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现在请景雅齐建筑士事务所进行文史调查的报告案 各位委員,我是錦雅琪建築師。 我們會從基地概述、歷史調查、建築調查、文化資產的價值跟保存的價值。 本在利用方案做說明下一頁,這一張的話是我們當然就是換頁,這一個的話是我們錄音室的正立面,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到它其實有很漂亮的花窗,那裡面的花窗裡面是大條空,所以在裡面的話這個花窗的話是提供了自然通風採光,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生態建築的一個概念,再往下。 那我們的基地的話是在這個富星岡捷運站過來的這一塊,整個基地面積大概是1.4公頃,這是我們這個面積的範圍,下一張。 那這裡的話是影視音的這個產業專用區,第三種商業區,法定容積400,建築的話是60,那可以作為這個影視音的這個產業跟附屬事業的這個設施用地。 那可以看得到我們整塊基地其實很漂亮,連的這個中央北路,那旁邊有三塊公園,其實作為這個公共性的空間其實是非常好的。 下一張,那接下來我們講歷史調查,在講歷史調查之前,這一個的話是A攝影棚,就是我們中攝影棚,裡面在貓道這個空間可以看得到,貓道都還留著,裡面的這些消防設施設備都還在。 屋頂過去是石棉瓦,現在的話已經換成這個鋼板的屋頂。 那歷史調查的部分我們分成三個部分來做說明,第一個的話是在講這個復興鋼這一塊基地,整個歷史的這個演變。 那過去呢,北投這個地方因為有溫泉,所以有這個煙霧繚繞,過去的舊名字叫做女屋,相傳是有女屋居住在這裡。 那一直到這個河西跟清代史料當中,有貧古族在這邊狩獵跟採硫磺,然後採用這個以物易物的方式來做交易。 那直到漢人進入農耕的這個階段的時候,有城市家族在這邊形成農村的這個聚落。 那日治時期的話,北投這邊其他部分是對於這個日本人對於這個溫泉的這個偏好,有北投溫泉這樣的一個有名的事情。 那我們這個基地跟溫泉有一點特別,就是不一樣,我們這裡是以大型的這個賽馬文化為主。 在1940年的時候,這個台北進馬場落成。 那直到這個國民政府軍1945年的時候對日抗戰勝利,那波劍來台。 當時有一個概念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這附近就設置了這個政工幹部的學校,定名為復興鋼。 那同一年就是民國40年的時候,我們中國製片廠在這個地方落腳。 第二個歷史的部分,我們就是日治時期的競馬場,我們這邊把它疊圖起來。 我們是在製這個林曉生先生的這個部落格。 那賽馬場的這個區域其實面積非常大。 那我們中國製片廠的範圍是他以前的這個馬舊跟清潔跟倉庫的一個地方,這就是我們的範圍。 好,下一張。那第二個部分我們在講歷史,我們是在講整個中國製片廠。 他從中國時期然後到台灣時期兩個不同階段的歷史。 他是在民國22年南昌時期,當時炒創的時候是放映電影為主。 他主要都拍攝一些剿匪的一些紀錄短片。 然後進到武昌跟重慶時期,這時候是他們的黃金時期。 那到南京時期的時候就隨著政府破錢來台。 那到台灣之後呢首先是在岡山,那時候是租借這個營區。 營區的話比較不適合拍片。 那但是那時候有我們的設備跟人員就是租借給外面這邊來做拍片。 那另外到了北投復興岡這個時期的時候就開始興建了這個廠房。 那這一張圖我們可以看得到,從南昌時期民國22年炒創的時候, 那時候是叫做電營谷。那隨著這個革命政府軍的打仗, 一直到武漢然後到重慶,到南京的時候, 同一時間接收了上海日本留下來的一個電影製片場。 所以這邊是分場。那之後的話這兩個南京合併到上海, 從上海這邊破千到高雄的岡山,然後再到我們北投的這個區域。 下一張。所以我們這邊在分析就是三大工營製片場的一個發展的歷程。 這個是時代的年表,從民國22年一直到95年這裡。 中國製片場在這三個製片場裡面,這邊是黨。 黨的話是中央製片場,正的話是台製場。 那我們這邊是軍,軍事地警跟軍方拍片這邊是中國製片場。 它是最早成立,民國22年的時候就設立了這個電影製片場。 那在波千來台的時候呢,它是大部分的器材跟一半的人都一起隨著波千來台。 然後在北投復興鋼這邊建置了一個新場,一直到最後並到國防部的這個義工的總隊。 那其實整個年,整個這個歷史的年,它其實是最早,然後其實是最長,62年。 中央製片場它事實上是在36年的時候成立。 那當時只有一個總經理在隨著政府來台。 那中間其實是段落的,一直到農教跟台影合併的時候, 它名字又取回是中央電影的股份有限公司。 那一直到後來國民廠退出股份之後,現在已經是民營化。 所以它比較晚,但是它年限是59年。 那當然台製廠這邊是接收日本,在台灣接收日本留下來的這個設置廠。 那事實上遷到霧峰之後,在921地震之後損壞,它的年限是最短。 所以我們其實要看的事情就是說,在三大製片廠裡面, 中製廠其實是工營製片廠裡面歷史最悠久, 而且是唯一的一脈,就是一脈鄉承。 比中央這個部分它能夠來得更有歷史。 那再來就是說,它有大部分的器材跟多數的員工一起來台灣, 其實對於台灣後續的這個電影產業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那千台的初期呢,它拍攝了台灣第一個國語影片, 那帶動了後續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 那民國50年代的時候見證了黑白電影進入彩色這個螢幕的階段, 然後後續拍攝一些商業片,但是也是就是中藝的這些電影片, 創造了這個中製廠的黃金年代。 那後來雖然電影已經不景氣了, 可是當時又有另外一波就是轉為這個電視的拍片, 在中製廠這邊也非常的這個有歷史。 那著名的作品包括楊子江東銀等等這些都在這裡拍。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到民國70年代全部蓋完的時候是這樣。 那後續的話黃色的部分是針見,有一些部分有改建。 那一直到這個地方的話,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留下來的話是這一些房子, 大概有7棟,下一張。 那我們看整個園區的配置,大門從這一邊進來, 然後整個的軸線端點的話就是我們的錄音室。 錄音室的話是目前在園區裡面留下來最早民國48年代的房子。 那它的旁邊就是接著攝影棚B攝影棚最早可是已經被拆除。 那再來的話就是A攝影棚是民國56年的時候蓋的。 那後續的話是70年蓋了西攝影棚。 在這個攝影棚的旁邊是它的這個除了錄音室之外有一個燈光室, 有一個劇物客,就是繳劇本的地方。 那在這個軸線的旁邊有一個跨式的庭園,等了痕跡。 這裡有餐廳,然後有魂康市。 那這裡的話有電影的騙劇跟適應室。 適應室的話是明星要過來看他們是播放的電影的時候, 兩道這個軍彎在這邊夾,夾隊就是拍手歡迎進來, 在一樓有一個適應室。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技術館是沖洗底片的。 那這裡的話其實也方便運送這些沖洗完的這些底片。 所以我們把中置廠著名的作品跟他拍攝地點做了分析, 在中置廠的這個年表裡面,1951年蓋, 然後43年蓋了B攝影棚,然後48年蓋了錄音室, 那之後56年蓋了這個A攝影棚, 那到70年蓋了這個C攝影棚, 我們比較重要的幾個建築拿出來講。 在過去裡面比較有名的1969年的這個陽子江風雲, 到71年的這個提營,到77年的這個成功臉上這一些。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到, 在之後的話其實這個電影就比較沒有名, 而且他就轉拍了這個電視, 所以我們在推測當時69年、71年這些蓋的這個影片, 他有可能是在AB攝影棚拍攝,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比較在這個A攝影棚拍攝, 所以我們蓋完之後這裡已經沒有比較有名的電影出現, 所以我們會猜測比較著名的電影應該是在這兩個棚裡面去做拍攝。 那當然C攝影棚當時興建完成之後, 是亞洲數一數二的一個大攝影棚, 這個也是相當有名的。 好,下一頁。 這裡的話是我們A攝影棚的這個貓刀下的空間, 然後我們做建築的調查。 那三大公營片場的這個攝影棚我們也做了一個比較, 台製廠的話他曾經在台北植物園有一個攝影棚, 那已經都不存在了, 那第一攝影棚是我們這裡面可以看得到, 最長寬度也差不多是24, 但是在這個地震的過程當中已經勤毀了, 那中央製片場裡面目前最老的兩座攝影棚, 648米平方, 面積都比我們這兩棟還小, 那我們而且他已經私人化, 目前中置場剩下的這兩個棚, 寬度都差不多, 那長度的話C攝影棚比A攝影棚長6米, 所以其實大小並沒有差異非常多, 那反而是A攝影棚曾經拍攝過多部的這個中置場著名的電影,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大垮區的一個立霸鋼架的一個屋頂形式, 那兩個的結構系統跟那個樣式其實是很接近, 好,下一張, 那我們也做了這個結構的評估, 包括混凝土的這個抗壓強度的試驗, 下一張, 混凝土的中心化的試驗, 下一張, 還有綠離子含量的這個檢測, 下一張, 所以整個整棟全區裡面有七棟防射裡面, 我們都做了這個結構的一個鑑定跟結構的出品, 包括它的抗壓中心化跟綠離子含量, 我們可以看得到錄音室跟A攝影棚, 它在這個混凝土中心化跟綠離子的這個狀況是比較好的, 其他西攝影棚這邊有比較不合格的一個狀況, 下一頁, 那文化資產的價值, 這邊簡單的講, 基本上中製廠它是國軍的這個軍事教育跟影片的一個成果的宣揚, 那也帶動了台灣後續的國瑜電影的發展, 那在黨政軍的三大工營製片場中, 其實是碩果僅存的, 那也在這個北投的軍事地景跟好萊塢電影的這個歷史上去做了一個見證, 那目前寄存的這個建築物從民國48年一直到70年代, 也是見證了台灣史上, 從黑白邁向彩色, 然後從電影邁向電視, 這樣的一個歷史的一個發展, 下一頁, 那我們也做了文化資產的一個價值評估, 在這七棟房子裡面, 下一張, 下一張, 那A攝影棚跟C攝影棚這邊我們也做了一個評估, 在下一張, 還有錄音室的部分, 那簡單來講, 下一張, 我們在利用的方案裡面, 下一張, 我們會建議保留這個A攝影棚跟錄音室, 原因是因為A攝影棚是見證了當時電影產業的一個空間的特性, 屬於產業建築的一塊, 那另外那個立霸鋼架具有當時建築構造的時代性, 因為現在已經幾斤不會再做立霸鋼架了, 那A攝影棚新建在民國56年, 那叫C攝影棚早14年, 但是結構系統其實是一樣的, 那長度只少了6年, 那在三大製片廠中這種大垮劇的一個攝影棚建築已經比較少見了, 那比較有名的這個電影我們剛剛講過推測都是在A跟B攝影棚所拍的, 那第二個是錄音室, 錄音室新建在民國48年, 是我們現在園區裡面最老的一個房子, 那位於整個中央道路的端點, 那也在A、B攝影棚之間, 那這兩個同時保存其實可以講的事情是, 聲音跟影像在電影這件事情上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我們就在講說, 同時的保留可以把這個影音對位的這個產業特性, 能夠發揮到極致, 另外它的這個文明圖中性化跟綠粒子的檢測都比較合格, 下一張, 那未來再利用的方式, 我們會建議把這兩個房子登陸為歷史建築, 那外觀的話, 盡量依原貌去做修復, 內部空間的再利用可以做調整, 那鋼架的部分, RC彗裡土的部分必須做結構補強, 那鋼架的部分要做除鏽, 那A攝影棚的再利用呢, 其實可以做為電影放映, 包括放映過去中置場住民的電影, 或者是相關未來的一些作品的一個, 四播的一個地方, 然後也可以維持過去的拍片使用, 因為我們大概也跟顧問們訪談過, 就是說可以作為實景棚, 或者是水景棚實用, 那再來當然也可以做一些, 著名的作品的這個場景的復原的展示空間, 或者是作為商業空間跟賣場等等, 那錄音室因為它空間比較小, 所以它可以把我們在這邊整理到的一些文物啊, 或過去的攝影機膠卷這邊去做放映, 或者是有關於聲音的展示, 這些部分也都會很有趣, 那我們會建議它也可以有局部的賣場, 就是博物館、商店等等這些, 那其他的空間呢, 可以進行3D的攝影掃描, 那未來的話就可以在我們這個錄音室裡面去做, 這個3D的一個立體的呈現, 好,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初步在園區裡面, 進行3D攝影掃描的一個成果, 這裡是A攝影棚, 那這個是C攝影棚, 那這裡的話就是聚物客, 那旁邊這裡, 一點點可以看得到是我們的那個錄音室, 那這個是它的這個, 立面的狀況, 那以上報告, 謝謝。 好,謝謝。 我們文化局長是說, 我剛才問局長, 我們上一次的會議結論, 不是很清楚嗎? 那個, 跟著於報告, 那大概上次的結論, 大概有問過文資局, 文資局比較希望我們大概, 就立件指定的範圍的部分, 能夠更清楚, 然後大概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可是我們是文資委會啊, 對。 如果文會審查完了以後, 為什麼不敢, 還要問東問西, 那就不要猜我們文資委會啊, 對,他上, 上級機關有指導的權利, 亂講, 我們有干割之處, 你等一下去報重要文資, 是我們文資, 我們會為無誤, 我知道嗎? 是,了解。 我也很生氣啊, 他說我們都做了決議,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 那這樣你就把我們所有過往的都報重要, 再核定一次, 那我們就不用開會啊, 不過這個制度, 我是很認真地講, 這是一個制度問題, 如果我們上次做的決議有問題, 那可以提出來檢查, 如果沒有問題, 是文化局不敢擔當, 那這很嚴重啊, 那開口我怎麼會忍, 所以今天這樣報告這個內容, 我覺得很好, 除非你針對這個內容有問題, 你要提出來說, 再請教我們一次委員, 結果你提什麼, 我搞不懂, 你每一次做過的案, 再翻回來再玩一次, 那委員都要聽你搞, 是不是浪費委員生命, 對不起,請委員確認啊, 已經決議是文化局要秉持這樣的精神, 要全權處理啊, 你還要委員確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二個問題, 你文化局如果不敢擔當, 那保護什麼文字, 因為有你主管機關的專業在, 那上次你又不吭氣, 我們還是回頭請這個委員看看, 今天這報告我個人還是覺得非常好, 所以說看看針對這個報告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要指教的, 跟主席報告, 今天提報人有在現場, 要不要讓他們發言, 所以我問你是, 好來,提報人, 先講幾件事情, 就是, 當然這個事情一開始, 跟這個其實還是有關, 就是我們文字法裡面第一條, 就講到了所謂的公民參與, 那所以在這裡面, 當然知道文化局也知道說, 我們也是很關心這個案子, 所以之前也找了我們, 我跟紅島去, 那這次紅島去之後, 紅島昨天晚上收到你的公文, 那我到現在還沒有收到開會通知,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想上次跟副市長懇請拜託過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事情, 就文字會議的事情, 你能不能養個星期, 讓我們這樣知道, 因為我們要請家做什麼事, 那也就是說, 我到現在還沒有收到公文, 我們每天要, 派人盯著你們文化局的網站, 去看, 我想, 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子做, 各位委員來這邊開會, 這邊來這邊開會,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就委員在外面講說, 出席費用很少, 但是, 我要跟各位委員講, 你們讓我們這邊, 剛才三分鐘講一句話, 我今天要來講三分鐘, 花六千塊, 包含代課費, 包括我自己的損失, 也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一件事, 回歸到文資法裡面的公民, 在講公民參與的這件事情, 去談, 所以我剛才還是要回應一下, 當然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這邊才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剛才我們來講到, 文資的精神, 都是回歸在公共利益, 可是我們剛才看到, 林百貨的案子, 我們在外面跟他講說, 能夠補充一句話, 可是我們沒看到, 我們到底會談公共利益, 也就是說文資的事情是, 以私地主利益為主, 台南的林百貨他現在叫做苦疾, 可是我們的局員百貨別人在找, 可是我們叫做歷史建築, 我想待會走出去, 我不知道人家會怎麼樣看我們的委員會, 那我回來講現在我們這個案子, 那個北投製片廠的案子裡面, 最早的其實不是我跟洪老去提, 其實最早的是謝曉韻, 當時他當文化局長的時候, 我想千副臉在這邊, 文化局長在這邊, 那當時的說法就是說, 他非常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要被指定, 而且他當時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把兩個朋友留下來, 稍微做一下一些小小的一些改變, 就可以做所謂的修復在利用, 這當時是文化局講出來, 那我們會覺得一件事情, 我們太常常在質疑文化局的專業度, 就是剛才桌上講專業的問題, 請你用專業來說服我們, 剛才我記得我們曾經有一次文資會議, 文化局的報告是講說他沒有文化資產價值, 什麼講都是你講, 我想一件事情, 文化局最喜歡批評民間人士, 專業度不夠, 文資提報專業度不夠, 我今天反而問問, 文化局的專業在哪邊, 請你告訴我, 所以在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說, 我們還是必須回歸到, 副市長講的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專業, 那這裡面我覺得說, 第一件事情, 我們的調查報告裡面, 並不是那樣子的一個足夠, 因為它是一個封閉的場所, 我們不能進去, 那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到裡面, 這次時代有豪馬場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想要問一下, 在旁邊還有很多宿舍群, 這個宿舍群是不是在日本時代所留下來, 我們從Google地圖上面來講看, 我們會合理的懷疑, 可能還有日式建築存在, 是不是, 是不是跟當時有關, 第二件事情是, 過去林委會一直, 還有一些財美市政府, 一直以大開發為導向, 希望以資格作為一個導向, 那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在現場裡面, 我想建築師去做一個歷史調查, 我剛剛看來叫非常仔細, 那這個裡面的歷史調查裡面, 其實我們講到, 電影的無形文化財在哪邊, 電影的無形文化財, 不就是你們拍的片子, 片子嗎? 我們在現場, 還可以看到很多散落的片子, 就在那邊任風吹雨淋, 我不曉得文化局, 有沒有想要把它做一個保存, 會建議說第一,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保存, 那另外一件事情, 兩個棚, 其實雖然在不同時期幹, 剛剛我們講到黨政軍的歷史, 在台灣來講, 你要保留政治作戰這幾個, 我們講他當附屬在政治作戰學校, 我們如果要講這段歷史, 唯有把政治作戰的這些, 建築體給留下來, 我的建議是, 兩個棚都把它給留下來, 因為兩個棚的內部, 其實有些不一樣, 雖然它都有共同的一個特點, 叫做貓道, 但是一個棚, 地罪式軌道, 一個棚, 會沒有, 那這個裡面其實它可以看出, 彼此一個差別, 它也可以做, 所謂的一個在利用, 當然在利用來講, 我還是會以所謂的電影產業為主, 當然我會覺得很奇怪, 但有些人跟我講說, 電影產業, 沒辦法被在利用, 我想, 如果以紀錄片的一個性質, 它小而美, 這個狀況來講, 它絕對可以在利用, 如果影視不要的話, 我昨天晚上接到很多電話, 他們說, 蕭老師你幫我講, 我們很多團體都沒有空間, 他們想要爭取這個空間, 我想, 我這麼講也是說, 以電影產業為主, 這個場所就是做電影產業的一個在利用保存, 最好的場所, 它就講到了北投的這一段歷史, 所以我會建議一件事情, 先把旁邊的幾個房舍, 先做一個歷史, 歷史的一個再調查, 那歷史調查以後, 你才會知道說, 它是不是跟日本時代會有這些關係, 那我的建議是兩個朋友, 都給觀眾的保存下來, 謝謝 我紅衛健, 簡單的報告三點, 我上次來開會也是在強調, 因為, 我1984年的時候, 我在專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拍片, 就要拍犯母案考, 就考慮跟中志合作, 那麼中志場這邊, 在1992年, 剛剛你講的, 奧空神音就是我是做編劇, 所以距離現在25年, 那一個是中央電影的時候, 大概現在32年, 所以我跟這個中志中影, 我們都有工作的經驗, 跟實際的經驗, 那我最近在拍紀錄片的時候, 我們訪問寶島歌王紀錄霞阿姨, 紀錄霞說, 他們在當時是有, 大概就是剛告討錄音棚的時候, 有整個半個, 嬌小樂團帶進去, 在裡面做錄音, 給電影、台語片配音, 像很多的調查, 我是覺得剛剛的建築師調查非常好, 但還是有一些地方沒有仔細, 因為像1976年, 汪瑩瑩還在, 汪瑩,汪稻瑩, 他拍女兵日記, 有一部分的場景在這邊拍, 那麼所以, 像提音也一樣, 我也問了兩個電影的老前輩, 就是有一些場景是套景套在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現場本身的歷史意義是很高, 那麼我是做商業電影的, 後來才轉拍紀錄片, 那我認為這個場地今天能夠保存下來, 非常感謝市政府和文化局的高瞻原主, 那麼它的利用呢, 就是我講的第一點, 就是說, 從南到北, 從台南, 台中, 到宜蘭, 到新北市, 林口到我們台北, 幾個新的片場在籌備當中, 我認為將來都是文字館, 因為, 硬體設備即使好的話, 軟件, 就是所謂的人力都不可能有人會到當地去, 所以這個問題, 以我們現在的中置場是最好, 因為當年就交通方便, 現在捷運也可以到,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是最好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像商業電影這個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片場的片棚, 其實像現在白河線已經關掉了, 我也用過白河拍, 那麼民視也用過它, 但是它的景片非常小, 所以它只能拍電視劇, 所以電視劇的景片跟電影的景片, 兩個大小是不一樣的, 那麼, 像這種情況, 在Skorses來台灣拍沉默的時候也一樣, 掉景片會碰到很多景片, 一掉來一看, 是電視景片, 其實是不夠用的, 那麼, 現在的片場都已經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的銷量也不夠很好, 所以我認為, 一支鼓勵變成BOT, 變成一個攝影棚, 我認為它的前景堪憂, 所以我們應該考慮, 不要再朝這個沒有將來的路走, 就是說它已經, 台灣的電影其實很難, 真的很難, 第三點就是說, 我現在工作大概20年都在做紀錄片, 我們同業很多, 那紀錄片一直希望有一個基地, 那我剛剛講過了, 在航道下面拍片, 電視收音不容易, 因為怕有飛機, 那麼, 中市場沒有這問題, 過去都沒有這問題, 交通方便, 然後, 錄音棚, 如果能夠簡單的處理, 做簡單的, 訪談的錄影, 做簡單的, 後製的配音, 那麼, 這個地方, 讓其他的每一個, 紀錄片的這個工作方, 能夠進來, 申請一個小的, 一個小的BOOST在這裡, 這樣的考慮的話, 這個事情, 可能這個地方會更長遠, 而且, 也能夠讓那些老的, 像我剛剛講的, 過去所拍過的大片, 楊子江啊, 這些故事的場景, 如果能夠再重新找一個角落, 把它布成出來,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棚考慮, 一個是攝影棚, 一個是錄音棚, 錄音棚我們有一切也用過, 我們中市場也合作過, 三十幾年前, 我們開始跟那個時候, 老廠長在談, 那現在來講, 如果這個地方, 還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這個歷史的傳承, 就是說, 把農教公司, 這個, 蔣經國時期的農教公司, 中治, 中禮, 三個, 官方的, 故事都可以放在這裡, 因為中治, 中禮現在都, 都碰到問題, 那中禮現在已經變成, 接近停滯的狀況, 但如果在台製廠這邊, 就中治廠這邊的朋友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朝這個上面去考慮的話, 今天的審查, 可能可以開一扇窗, 給, 紀錄片, 那麼紀錄片工會本身, 我們是一個, 比較有, 小心力的一個團體, 那紀錄片工會本身, 他們也很願意, 就是說, 是不是跟, 讓他們也能夠參加, 然後來, 爭取, 再使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說, 他還是延續以前的電影, 但是現在有了, 另外一個轉機, 因為台灣現在能夠做, 大概也就剩下紀錄片了, 其他東西大概很難, 所以我, 我建議的就是三點, 這些事情, 希望大家做參考, 謝謝, 麻煩, 現在文化局, 能不能做這邊裡面的老書, 順便做一下調查, 因為他這邊的生態, 其實已經成立了, 因為長期時間沒有使用, 那個靈像的狀態非常好, 好, 我們還是回頭請教, 我們在場的委員, 針對今天的警報, 大家請問, 跟主席來委員報告, 就那個, 相關的, 先做三個說明, 大概第一個, 恩, 感謝, 大概老師都可以看到, 這是警建築師做的調查報告, 非常的仔細, 那這個部分也是特別, 在上次主席, 還有陳副市長, 市長都支持的情況下, 由文化局出錢去做的調查報告, 所以就是要比那個部, 當初規劃上調查的不足, 那今天可以看到其實資料是完整的, 那旁邊的房子事實上都有調查過, 都有去做一些調查, 讓挖掉的部分也有相關資料,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提供, 那第二個是, 這個現場並沒有影片還留存在那裡, 現場沒有影片留存在那裡, 那如果後續, 有需要再跟相關單位去調的部分, 我們也會去調, 大概, 比較在當初軍方撤走的時候, 紅島大也知道, 重要的東西都被拿走了, 沒有東西在裡面, 那下階段也會再納入相關的規劃, 包括剛剛紅島建議的部分, 剛剛蕭老師建議的部分, 會納入, 因為今天是文資身份的確認, 跟文資範圍的確認, 所以要跟兩位做一個報告, 那再過來可是, 可能是要講一下, 要跟委員講一下, 其實這個報告案是考慮到在利用的價值, 以及財務, 以及將來空間的可行性, 以及影視產業的需求, 那我們也做過相當多的諮詢會, 包括紅島跟蕭老師也有被邀請, 所以是各方的意見, 都有在這邊在做一個確認, 那這些也有會議紀錄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個文化資產保存, 不應該以規劃在利用, 因為我這麼講, 在座很多老師都應該知道, 有時候是我們沒本事, 不代表我們下一代沒本事, 我們要把機會, 試圖的留給下一代, 而且我看起來那規劃在利用, 並不是那麼困難,謝謝。 好,我們針對這個報告案, 請教看看就是說, 大家外面的資料的地方, 我想這個案子已經開了有幾次了, 那這一次的這個報告, 比上一次的報告要更細膩, 更慎重, 上一次只是一個原則, 中間又經過陳戶市長的召集那個案子, 那是天仲, 好像是稀秀單位的, 最早的第一次副作主持的那個文資審查案, 有幾位委員, 那麼其他的這個專業界的委員, 我所謂是專業界的就是影影像這些專業委員, 他們的比較傾向不要保留, 就是沒有文資價值, 但是文資委員是比較傾向, 他是有對中國這個製片歷史的發展, 他是他的價值是毋庸置於, 所以至少應該有, 不過為了考慮說將來他能夠更加活化, 能夠在國際上能夠發光, 能夠有跟池塘更有價值, 所以當初第一次的建議是說, 一定要有文資的價值是毋庸置於, 一定要保存的, 但是要保存的方式跟補負, 做了一點彈性, 因為將來要, 所以後來第二次會議的時候, 我記得這個郭瓊宇, 我們都做了一些建議, 就是你需求的單位, 也要對這個潛力跟限制, 要有一點適當的分析, 第二個我也建議說, 將來在這裡營業操作, 它不可能是孤立的一個事件, 它可能是跟國內其他地方的一個協同, 跟兩岸之間的合作, 甚至跟國際的合作, 所以它是相當很有彈性的, 那你要有這個構想, 你剛剛以北投這個地方, 要來做很獨立的作戰, 可能有時候是很難的, 也就是說, 要有全球性的一個網路上的一個建構構想, 然後再看我這個有些什麼機會, 什麼優點, 有什麼這個潛力, 這個優勢可以來發展, 是這樣的意思, 本來我們是這樣, 不過今天講的是還是, 雖然比過去有更具體的, 不過剛剛主席講的, 我們今天是文字委員會的委員, 最重要就是說, 你如果要把這個文字的保存, 比如說上次我講的, 有一個是實體的保存, 你把它具體立出來, 一個影音, 你剛剛講有了, 文獻保存, 還有一些這個, 這個印象的保存, 將來有一些是要改造, 變成一個意象的保存, 要把它分配很細節的立出來, 那我們達到了, 我們這個歷史記憶上, 或者歷史上重要的史料, 這個能夠保存, 那我是覺得, 我們就比較安心了, 我是說, 要把它很細節的是這樣, 那把這個保存的這個工作做了, 把它當成一個Contrain, 就是限制條件, 然後你其他再化微, 這個中間還是有一點彈性, 可以有一些彈性上的處理, 不過基本上的原則, 是希望能夠有具體這樣, 那這樣大家就比較放心了, 是說到底你保存了哪一些, 做了哪一些, 哪一些需要做彈性的處理, 我的前線是這樣的, 謝謝, 謝謝, 其他委員, 那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你, 來,請, 我想, 我要文化質量保存法, 第一條, 第一句話, 就是, 保存及再利用, 我們所謂的再利用, 絕對不是說, 把它拿來當作一個咖啡, 最好的再利用, 還是原來再利用, 我個人不認為台灣, 將來的攝影就沒有出入, 我也曾經跟很多的導演在談, 台灣也願意做, 甚至於我們看到, 大陸對岸有很多的製片者, 他願意來台灣來拍片, 因為他認為台灣的戲劇工作者, 比大陸的質量也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真正能夠將來再利用, 才真正它保持, 我們現在保存, 保存, 保存, 保存了, 很多人講, 你保存, 你會變成文字, 我們不希望這個地方再變成, 這個文字管理也太大了, 如果, 有可能的話, 他用, 因為現在的攝影門, 他所要的空間, 絕對不是這個, 如果你到美國那個, 好萊塢去看, 每一個攝影門都不用打, 就是說, 這個是台灣最大的, 現在來講, 都不夠大, 因為現在的, 尤其高價的, 這個攝影機, 那都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講, 你如果要重視再利用的話, 可能要去朝這個環境, 所以如果說, 你完全去限制它, 你這個不能動, 那個不能動, 然後, 就來往下講, 李作弔, 這個不能動, 我會測試,